镜头前黄标演技 一人吴家伟 长相甜美清秀 演出过多部偶像剧 演成上过节目受访 不过他不只是一名演员 还是一间潜水度假中心的负责人 但现在却遭到民众投诉 公司收取定金后 已是恶意停业 冷处理 连说播出自己的潜水影片 主打高级豪华行程 吸引不少民众报名 原本预计今年三月 前往马尔地夫 一人缴交定金两万多元 却碰上疫情无法出国 吴家伟原本同意退款 但后来推脱是传家的问题 无法退费 超过三十人受害 可是无信负责人 却没有提供任何 任何实际的下订单的证明 改了一个招牌 又重新设一个新公司 然后继续营业 就是这种做法 让人觉得是 就是非常可恶的 这不是一般说公司 遇到财务困难的问题 而是他有计划恶意的 叫做甩锅的行为 这间潜水中心 在网络拥有 四点六颗星的高频价 吴家伟还穿着清凉小背心 在粉砖直播上 跟客人互动 这回公司营运出问题 却推散阻止 让客人控诉 处理态度很消极 就是作为就是店家 就是没有不处理 也没有 就是真的很无奈 讲了很多任何的 就是他们都不要的 潜水中心回应 一直都有处理 只是原本开心计划出国 碰上疫情较局 心情已经很差 令金又拿不回来 让受害民众一肚子气 决定组成自救团 对潜水中心提高诈欺 替自己讨回公道 三选郑远龙 十江云新北 采访报道 只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 潜水探险海中船只 或是与渔群共舞 这是遭控诉的公司 出团到马尔蒂夫潜水 即便是在公司换名字前 遭控诉的女演员吴家伟 也被捕捉现身旅行团 但他被控诉 拒退40万元定金 来到位的新北市共疗区 引发争议的潜水公司 因为不是忘记 铁门拉下没营业 尽管招牌换上新名字 但屋外亮着的潜水设备 仍然标示旧公司名 投诉人指控 原本的零性负责人 与他是前男女朋友关系 但去年4月公司转登记到吴家伟名下 结果他更名在原址创新公司 原公司则转到出租营业地址挂名 被质疑是恶意转移资产 而林欣源负责人 至了解是因为涉犯性侵案 入监服刑 他跟前信负责人就是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他就可能是为了要返回爱情 所以就抛下友情 然后去帮林先生作为证 接手前男友的潜水公司 却丢下退款烂摊子 公司更名换新 再度大肆懒客 要被害人 怎能服气 现在新闻学校有网络 新北市采访报道